小米黑沙游戏手机深度评测 近两年王者荣耀和举力求生等游戏的风里掀起了全民禁忌的热潮 相比于PC端手机有着更方便随时随地拿起来就玩的优势 而这些大型游戏也给手机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游戏手机应运而正前不久 有着小米投资背景的黑沙手机正式发布让人眼前一亮 尤其是对于大多数游戏玩家来说非常关心 这款手机的性能到底是不是官方宣称的那么的强劲 散热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 以及除了游戏这一主要应用之外 这款手机的其他部分比如拍照、手动体验是否有短反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评测一把看看这款手机到底怎么样 黑沙是一款极具辨识度的游戏手机 第一眼看到它就能感受到它与普通手机不太一样 尤其是背面黑沙游戏手机的背部强了酷酷的超跑设计 X型的曲线、绿色呼吸灯的点缀以及中间的S logo 看上去不像小米的基因倒像是雷蛇投资的产品 背面的顶部两颗后置上头和一颗双色温闪光灯 和底部的logo正好相对 看上去比较工程美观 直到一提的是 黑沙游戏手机背部的呼吸灯在开机来电 通知游戏场景下会呈现出不同效果 看上去很符合游戏玩家的审美 而正面辨识度就不那么高了 正面是一块5.G0寸18比9 全高清大屏 下方采用了不可按压式红箭设计 比约可见的绿色边框为手机增加了设计感 二角的设计也很特别 在玩游戏时正好匹配 只关节的弧度非常的舒适 再看四周 黑沙游戏手机的四周弧度处理 一是握上去比较舒服 另外视觉上更为鲜薄一些 不至于那么笨重 在功能设计上 黑沙游戏手机的底部是对称扬声器 中间采用了USB Type-C接口 机身右侧和一般手机无异 就是音量键和电源键 而在左侧设计了一颗黑沙 独有的物理游戏按钮 可一键记住免打扰模式 这一模式下界面下滑 有来电聚接 通知屏蔽 系中通话 吸屏挂机 驯游加速等游戏当中常用的功能 相当于进入了一个纯粹的游戏世界 让手机变成掌机一般 可以看出黑沙游戏手机的外观 和普通手机还是有着明显区别的 这种酷酷的电竞风格 其定位的目标人群 是游戏玩家非常匹配 Adobe的电竞风格 M се检 AMD 油龙发为例发 좋아요 function 中 traveler 感谢观看